总是心慌心计 不是心脏的问题 竟然是他搞的鬼 你是不是平时也觉得有胸闷气短 同时伴有心烦 特别爱常出气 哎 头晕脑胀 头闷头沉 脑子不清楚 倦怠乏力 走路呢 发飘 眼睛还发干涩 看东西事无不清 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 事儿一多也就头晕 特别爱担心 爱紧张 害怕 还有呢 那就是一到晚上睡不着觉 就害怕自己又失眠了 经常是脖子疼 后背疼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脑梗 心脏病 颈椎病 到医院呢 把头部的核磁共振 颈部的核磁 心电图 心脏彩哨 该查的部分都查了 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有的人会持续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反复到各大医院去就诊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是这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你体内的 气机瘀制 长期处于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气质导致血瘀 血管也堵塞了 血管堵呢可真不是一天堵的 气质呢是机器查不出来的 当机器查出指标不正常的N多天里边都是你调理身体的好时机 记得中医说呢 胃病先防 毛主席也说 预防为主 别担心 要想缓解 其实是很简单 通过活血化于疏通血管 让身体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好